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田老师 你好 大家好 田老师 中国人的音乐这本书里面 您分了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讲到的是乐器和气乐 第二个部分是民歌和声乐 第三个部分是新音乐 您试图是从这三个部分去跟大家理清一下整个中国音乐的一个概冒 对 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想象中的读者是大众 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对中国人的音乐有所了解 那么我想在这本书里既介绍了我们中国音乐的历史 又要把现存的自古至今流传到今天的 包括我们近代我们的作曲家所创作的这些快智人口的反映了中国人精神的这些音乐 我想择其要者 把最重要或者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知道的尝试性的东西 我就想一起讲给大家 那么我们说到第一个部分 乐器 乐器 中国最早的乐器离现在有多少年 现在就是我在书里提到的这个甲乎古迪 甲乎古迪经过碳14同位素的测定 科学的测定 距今有大约8000到9000年 所以我在这个书里从一个音乐人的立场提出了我的一个 其实思考很久的观点 就是中国的文明到底有多少年 那么现在我们最近这些年的由于考古的这个新的发现 使更多的人相信我们的文明5000年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这里就牵扯到一个对文明的定义 或者说具备了文明需要哪些必要的条件 那么现在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就是一个是城市 就是大规模的城市的包括公雀的产生 然后青铜器的这个大规模的使用 另外就是文字的产生 那么除了这三条啊 我一直认为音乐的出现应该就是文明了 因为我在书里我举了一些我的观点 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抖着名发搜查西 过去我们讲共生觉之语 这七个音不简单 因为这七个音在大自然中它不存在 大自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声音 但是没有一个音阶 音阶就是排列了 有风声雨声 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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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好像是声音 但是不仅仅它是无意识的 而且它不可能把这个七个声音 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律排列出来 所以这里面是人类的一种总结或者说发明 所以说这个认为大自然中就存在着音阶这个观点 还是对人类的发明的理解 我觉得是不对的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乐器 八千年和九千年的这个古笛 假虎古笛的出现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的事情 那么在您书里讲到了假虎古笛 也提到了其他的中国的咱们的乐器 那么您写到这个古琴的时候 给它有一个说法 您就说这个古琴 事实上它所包含的这种文化的含量 在中国的这个乐器里面是无出其右的 古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 它是一个亚文化 或者文人文化的一个代表 那么中国的历代的文人 都把古琴作为一个必备的修养 从孔夫子开始 这个琴就成为了一个文人的修养的 一个终生要伴随着他的 同时也是最后一步 孔子第一他自己会弹弓琴 就是以琴弦歌叫化众生 而且叫无故不撤琴色 就是没有特别的事情 特别的大的变故 他的生活中永远有音乐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 崇拜的传统的文人 包括魏晋 竹林七贤 都是艺术家呀 你只有懂艺术 最后你的知识 你的学问 包括你的抱负 才能够升华 才能够光彩夺目 没有这个艺术 你就是暗淡 所以音乐太重要 所以音乐如此重要 在古代文人 对 他们的心中 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承载 就是古琴 就是古琴 所以古琴 我说他文化的承载 超过了所有的乐器 全世界所有的乐器里边 和你的人格养成 和你的修养 和你的心的修炼 能够直接联系起来的乐器 只有古琴 没有任何其他的乐器 能够让你修炼内心 但这牵扯到中国音乐 和西方音乐 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人更强调内心的 内向的 现代的音乐 西方的音乐 就是发散性 是相外 包括思想 包括哲学 是吧 所以说您在书中也讲了 就是说 由于古琴这种独一无二的这种地位 特殊的这种文化内涵 所以中国人把这个琴字 最后变成了所有的这个乐器的一个统称 对 对 所以过去就叫琴 琴 四号 所有的乐器都叫琴 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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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一个字的 我在这里面书里也写了 就很多人有时候问我 你说哪些乐器是外来的 我们中央民族乐团 台上一座 洋洋湖 将近百人这么多种乐器 哪些 这很多外来的 比如说琵琶 琵琶 是吧 洋琴 对 那这很多都是外来的乐器 我说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就是你看 先琴的时候 就有的东西 都是一个字的 中国汉字的特点就是一字 一音 一意 但是后来才是逐渐的扩展 是吧 所以要判断咱们的这个乐器 是不是真的纯粹的 中国人自己的乐器 就是看那个字 是不是一个字 对 如果是一个字的 那肚定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乐器 两个字以上的 琵琶 就是外来的了 那都是外来的 田老师和您聊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谢谢 我们今天聊的是 这本书里面 主要写到的 这个乐器和器乐的这个部分 但是里面还有非常精彩的 比如说里面写到的这个民歌 这一个部分也是极其动人 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跟大家接着聊 好 谢谢 好 再次感谢田老师的分享 也谢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 共读好书 咱们明天再会 咱们来 Gi advertisements 咱们去处理